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内支就是黑色头发的 就是我们自己人在做的 所以这些操作方法 他们当然是买得比较多 当然就是生技股 太阳能股 另外就是部分的IC设计股 内支的一个做法 虽然是目前开始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开始在松动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延续上礼拜跟各位讲的 就是大盘已经迫现迫价 所以宣布崩盘 我讲话很坏的 你不用想要我安慰你一句 我不会安慰人的 我跟各位讲 我如果安慰你 只会害你更惨 想当初2008年5月份那时候掉下来 从9000多点掉到8000多点 很多人也是安慰你 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国安基金要进产 我给你半坑五千点 我才不甩这一套 我看到美国股市快垮了 我就全力的杀空了 股票市场在操作 不玩感情的 玩的是一个技术 坏掉就是坏掉 我绝对不会说它会好 因为它已经坏掉是一个事实 我怎么知道它未来会好 等到它变好的时候 我才会说好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不是大盘是不是坏掉了 短空中空 是不是短空 月线向下为短空 第几天了 很久了吧 我讲月线向下为短空 已经很久了 大盘 月线向下已经很久很久了 不是今天才短空 那季线向下为中空 上个礼拜三开始 上个礼拜三扭转为中空 那季线的周扣底值 这个礼拜是扣底8462 那8462远远大于现在目前指数 对不对 那幸好因为我们有先跌 台北股市有先跌 所以下礼拜季线的周扣底是8132 所以勉强 我在猜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股市 美国刚好要碰到费的要礼拜二礼拜三要讨论是不是要升息 我是觉得大家还是这个盘还是有机会 做一些的反弹出来 但是基本上我给各位定一个时间表 礼拜三 为什么礼拜三 我认为礼拜三前你要逃命 今天你没有卖股票 我可以接受 也可以允许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礼拜不是跌了两百多点 比美国股市跌了还快吗 美国股市重挫四大指数都打到了上升季线 甚至有些机械已经快翻黑了 你看SPY指数不是掉下来吗 M波快成立了 道琼斯 Sox指数 NASDAQ指数都已经瓦解了 你不要再开玩笑 所以美国只要在礼拜三 叶伦大小姐那个白发模拟 讲的话如果让我们听起来不顺了 不顺畅 美国股市是崩盘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因为美国股市太嚣张了 维持在这个地方太久的时间了 这是历史高点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美国股市永远一辈子都会涨 没有这回事 没有什么股票永远一辈子再涨 没有事情 2116点 那个SPY指数那个高点 之前那个叫2134点 那个头部这么大 那掉下去 那不会开玩笑的 那不是开玩笑 我跟你讲绝对不能开玩笑 所以很多人现在掉下来 指数掉下来以后 都会讲说 拉回找买点 开始什么 讲东讲西 这档股票不会讲就讲到那一档 那一档不会讲明天又讲那一档 今天又讲了 今天又讲的股票跟明天又不一样 因为做多的老师 我们认识太多了 永远就只会一套 拉回找买点 我说要拉回找买点 要输快一点 拉回找买点 没本事 什么叫拉回找买点 股票市场1600档 每一天都有股票强势股 每一天都有涨停板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只要跌下来 我每天都跟你讲强势股 那从一万点 讲到五千点 我还是每天都可以讲 因为每一天都有讲 不同的强势股出来 那昨天以前强势股 前天的 不要讲 最近很多人来找我 都做一些新的股票 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都做新的股票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电视上听人家讲的 那我说你认识这些股票吗 他说不知道 我就看他就很会飙 因为看到四一四七的 这个综裕 哇一开盘之后 挂牌之后 啪就300块 从146块 飙了一倍 那一涨股票 我们不是也操作过吗 当天第一天我们就买 可是我们没有放到 300块以上 我们是比较早卖掉 对不对 那大家以为说 因为综裕这个飙涨一倍 所以很多的一个新股 就会跟综裕一样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 那这样子我干嘛当分析师 那你就买新的就好了 6514 那竟然有人买6514的 6514这种股票叫什么 6514应该是6514叫瑞特 有一档股票叫瑞特 F瑞特 F瑞特 是什么东西 我问你是什么东西 你认识他吗 你知道这档股票吗 为什么你会买126 为什么你第一天会抢 为什么 你认识他吗 你要买瑞特不如买台泥 至少台泥还是个咖 你还认识台泥 你套台泥还没关系 还不会倒掉 什么叫瑞特 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还有6417 我之前不是在讲吗 很多啊 你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吗 你知道什么叫尾桥 他干嘛的 不知道吗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投资票来找我都有这样股票 我不晓得他是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会买这样股票 不知道原因吗 对不对 因为电视上讲的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这个 更扯的是 4804的F大略 4804 F大略 这什么东西啊 你知道他干嘛的吗 你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为什么买呢 我是举个例子 我是举个 因为这些股票 毕竟成交人比较少 新挂牌 投资票比较没有 我比较不会得罪人 但是 你为什么买这个呢 不知道 就是因为综艺大涨 所以你认为这些股票会涨 可是大略跟综艺不一样 综艺两个字叫综艺 大略叫大略 那不一样 那练法都不一样 怎么会一样呢 为什么会一样呢 完全不一样 他没有崩盘就不错了 他凭什么这么高的价格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高的价格 而台泥一直跌 对不对 我要跟各位讲 这是观念嘛 我要告诉各位一个观念 就是说 如果这个大盘要跌的时候 一定从全职股开始跌 涨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子 一个波段的上涨 或者一个波段下跌 你看看大力光电 他不是全职股吗 而且是台湾的股王 从3705块掉下来 分了好几波段一直破底 包含2965块那一天 我都叫你卖出 你记得吗 之前我不是抢了一个短线 我卖在2950 我不是跟各位讲过 大力光电这么优秀的公司 可以从3700掉到剩下2185 而且看起来没有直接现象 所以你说基本面 有用吗 有用吗 对不对 基本面是在用在长线 我已经讲过 当短线技术片在修正的时候 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它是在整个台北股市 在调整本益比 PE值 所以要不要一直在讲这个 要不要再听那些什么 基本面很好 所以不要卖 讲这个有什么用 2008年那时候掉了5000点 那痛苦的日子 你忘记了吗 你真的忘了 股票不会因为跌了很多 而可以买进 所以我股票没有在低阶的 我不晓得什么 股票为什么要低阶 我都追高了 难道是追高 万一不涨怎么办呢 不涨马上砍掉 翻脸 跟翻书一样 不涨就砍 不涨正常 大盘不会涨 个股就很难涨 个股就很难涨 所以你要保护你自己 做股票就是要积极 迅速果结 所以我说要当贸客 什么叫贸客 贸客就是炒短线 做短线的叫贸客 不长期投资的 称为贸客 不然我为什么跟你讲 我为什么都没有跟你讲 什么长期投资 这个计划 因为长期投资 是错的观念 报到下市都有可能 你要报什么长期投资 要报什么股票 你要报什么股票 人家巴菲特 长期投资是买IBM 都买来套牢 他都不怕了 不然就买那个可口可乐 他从来没有买过台湾一家公司 连台积电他都不碰 长期投资 什么叫长投资 我听不懂 股票市场原本就是涨的时候才买 跌的时候就要抛 就是做一个波段一个差价 眼前1月16号要选举 你知道选举之前的变数有多大吗 而选后到农业过年2月3号封关 有多大变数吗 同志们讲 你都不知道谁会选上 也不知道谁不会选上 你都不知道选上之后要怎么样 没选上要怎么样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赌呢 赌选举之后会大涨 或是选举之前会有选举行情 谁跟你讲选举有行情 我有跟你讲选举有大行情 往下崩盘行情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如果不考虑 今天不考虑国际股市早就崩了 是因为美国在帮我们忙 美国还没有大跌以前 我们就已经跌得稀里哗啦 如果美国再一个跌 我跟你讲 外资到台湾的股市就跟倒垃圾一样 你要背起来 要背起来 很多人都跟你讲说 因为台湾期货的净多单有几口几口 今天要增加几口 我就跟你讲过 那个净多单 从万点以来每一天都净多单 怎么可能外资会一直净多单呢 那个净多单是我们黑头发的外资 你都听不懂 我们黑头发的外资啦 那谁是黑头发外资 用人家的户头来做多期货指数给你看嘛 表现出护盘的决心嘛 你都开玩笑 如果你不懂就千万不要乱碰 一直追杀下去 早上我在连线的时候就讲过了 因为台北股市领先下跌 从这个礼拜二开始跌 上个礼拜二跌到礼拜五 又跌到今天 那美国股市比较晚跌 那美国股市已经破坏掉了 所以美国股市会很麻烦 美国股市恐怕会崩盘了 可是台湾现在跌到一半以后 会不会被美国脱下水 保证一定会 2008年的9月份 美国才发生了问题 美半兄弟才倒仗 贝尔斯坦才坏掉 可是我们从2008年的5月份 跌到8月份等他 最后再崩盘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记得我讲的吗 我们已经先领跌三个月还要崩盘 所以只要美国股市跌 外资就一定会扩大卖超 台湾的股市 日本的股市 韩国的股市 印度的股市 新加坡的股市 中国的股市 全世界它通通都会卖超 保证 所以它不会独厚于台湾 也不会因为台湾的政府 说要护盘而不卖股票 不可能 外资是讲不听的 你给它太多的 更多的咖啡它也不会理你 因为他们为了逃命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所以外资会开始扩大卖超 你知道吗 好 那这样子 你听到我这样讲 那你还要不要买股票 不要乱买 有些股票如果跌升了以后 它顶多是做一个反弹波 反弹波 但是你乱买是不行的 那我认为 我认为今天 开低之后原本就不是一个卖点 为什么今天不是一个卖点 因为你错过了上个礼拜的卖点 今天就没有卖点 今天你卖会卖在低点 那我认为比较好的卖点会在礼拜三 那我在暗示你什么 我在暗示你说 如果投资朋友来不及卖掉股票 没有关系 今天以前过了就过了 错了就错了 不用再想过去的事情 不要再想今天的事情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盘不会直跌 所以当明天 应该说从今天开始的低点 因为今天有出现一个低点 叫7980点 那那个点开始到收盘价的时候 它算是一个从低点的反弹 今天算是第一天 如果你说要反弹 今天也算是反弹 因为从最低到收盘 就有反弹 我想应该是礼拜三左右 所以礼拜三你应该要卖股票 而且要听我的话 反手放空 那为什么要反手放空 我们看指数里面的一个走势就知道 指数的走势非常差 短空中空 这个盘没办法直跌 你看大力光电就知道了 你看到2330台积电就知道 台积电是现在目前还硬撑着 你只要让台积电跌破了11月30号那一天的10万张那个低点 台积电就瓦解了 你让台积电跌下去 那不能开玩笑了 台积电是台湾最大的全值股 高达四兆的全值 站在全值台大 台积电一垮的话 那兵败如山倒 那搞不好7000点都不见了 所以你不能让台积电跌 鸿海可以跌 鸿海2317外资一定是扩大卖潮 鸿海已经破线破价 2454的联发科破线破价 这些都是全值股 今天要不是啊 有人伸手去护盘了6504 05啊 6504那个什么台积化 6505啊 不晓得大盘要跌多少 这张股票是台湾第四大全值 你知道吗 那是手伸进去 所以我宣布这个盘已经瓦解 那瓦解之后我们就要反弹以后 全面杀空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 每天都是全新的一个开始 就看大家到底要如何操作了 那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那上回来 万通国际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先卖再卖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7725966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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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都要用心 但墙上的油漆呢 红牌全校乳胶漆 采用DETECMO单体趣味科技 不含人工香精 油漆没有味道 自然健康 红牌乳胶漆 老乡 你老子老子老子 你老子老子 当然了 现在台中市政府 又补助我们装甲牙的 不仅如此 连我们各阶段的照顾 都有妥善的安排 是什么 从你健康时的生活 学习到常情快乐学堂 甚至建立社区照顾的体系 就算是需要长期的照顾 政府都准备好了 那这样我们对面烦恼啊 对啊 早点睡才有精神 我晒都睡不着 欧智鼻五分钟开始 疏解感冒及过敏 引起的鼻塞 效果长达12小时 睡得好 精神好 欧智鼻五分钟开始 疏解鼻塞 薄荷清香 享受畅快呼吸 欧智鼻薄荷喷鼻液 新上市 健康若持续三高 虽然不会感到痛苦 但也容易失去警觉 一步步走向 洗肾 节肢 中风的风险 不但自己受苦 还会连累家人 请养成自我量测血压 血糖的习惯 善用云端管理资源 让自己 家人 医生 同步关注健康指数 协助你远离慢性病 自我量测防三高 健康幸福 免烦恼 欢迎回来 那指数下跌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很好奇了 万一手中有持股 要怎么办才好呢 就是要利用反弹的时候 能够少输为盈 我讲一档股票就好 244%晶电 它是今天才跌吗 不是 它是趋势向下 已经非常久的时间了 你在这个 今天以前的任何一天时间里面 去卖这档股票都是对的 所以股票没有在逢低买进的 就算到今天 我都不会买进 我的意思就是 它一个趋势是向下 你应该利用盘中 或者是任何一天的一个反弹 你就要做减码 避免越陷越深 那我们再看一档股票 3673的TPK 它是不是空头 我只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空头就好了 它是空头 而且是大空头 那你要怎么做 空头就是空头 不用听它求情 2439的美律 我才讲 775那天前面那天 就突然间冒泡就涨停板 我就说 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先知道 他说历信要入股 结果是60块 我记得那时候 还70几块的时候有人问我 他那时候刚开始 能不能买 我说那就60块 他不是说60 那70几块怎么跟60块会一样 就是一定会跌到60块 那跌到60块以后 那现在不能买 还是不能买 为什么 因为跌到60块以后 刚好迎接大盘崩盘 所以他会再跌到50块 就是这样 股票就是很现实 那这种股票是空头 你怎么可以买 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不是每一天都会往下跌的 他有反弹的机会 现在目前来讲 升级股也瓦解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现在升级股 我还有两档空档 我不想讲 这档空档已经补回来了 这会在放空的 我就空给你看 这赚了20几% 升级股已经瓦解 就等浩顶跟综艺崩盘 不要说崩盘难听 等浩顶跌 浩顶一瓦解之后 全部都垮了 浩顶也不可能每天都涨的 你要了解我的意思 那现在目前来讲 比较有可能反弹的族群在哪里 当然就是太阳人 我是讲实话 因为太阳人是强多嘛 我就随便讲两档股票 代表 3691的售合 它的走势跟TPK一样吗 有没有一样 人家是往上在走的嘛 不是吗 它走势有跟大盘一样吗 不一样嘛 所以这种股票当然像这个太阳人的族群 真的是受到大盘的影响 是不是 大家也知道 但是因为大盘的影响 会所有的族群会扩散出来 变成阻力也不敢做了 大家会想要跑 所以基本上太阳人股一样反弹 还是要卖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时势造英雄 大盘坏掉 全部都会垮了 连OTC的最后还是会崩盘 所以你看我在讲2406的国售 你说它涨多回党 它是不是多头 是不是多头 所以这些股票 还是比较有机会 有能力反弹 可是现在目前来讲 因为大盘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也不会再推荐 一直叫你买股票 为什么 叫你利用反弹 跑掉比较重要 所以同志朋友 如果你有太阳人股 你是不是也要利用这个反弹的时候 做一个减持持股 这个动作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办法 因为大盘坏掉了 大盘坏掉了 我们很担心 在未来OTC指数里面 它也会瓦解掉 虽然OTC指数现在比较强 可是 会受到大盘影响 而且 我也跟各位讲 外资真正的卖压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 贸客大联盟 我们在做股票 不是只有一个买 我们这边一直在强调 我们有个卖 卖就是空 买就是 买就是多 做股票两边都要会做 现在利用反弹的时候 要全面的卷空 要快进快出 赚了就走 所谓的快进快出 就是不是跟你做长期投资的 我们就是贸客 贸客就是跑短线的 尤其在2月3号 农历封关前 都是要这样做 2月3号以后再说 选举是1月16号 1月16号到2月3号 大盘恐怕还会 惊天动地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1月16号到今天为止 到1月16号 你有把握吗 所以为什么要做短线 一定在这里 当然我知道很多投资民 也不会听我的话 因为拉回找买点 你就抱着你的股票 长长久久吧 我也说服不了你 如果你认为 股票跌下来 什么事情都不处理 不关心 那我跟你也不同道 我们个性也不一样 因为你是一个鲁蛇 你是一个鲁蛇 我是非常看不起 股票输了以后 就意气用事 意气用事加码 摊平 永不认错 永不认赔 永不认输 意气用事 我非常看不起这种人 没本事 做股票本来就有赢 有输 有对 有错 当我们对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加码 对不对 我们错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可以加码 当你做错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到 保护你自己 要安全撤退 少输为盈 就算没有赚也要撤退 为什么 因为先卖再买 以后可以买更多 你卖100张 反弹以后卖100张 以后可以买150张回来 同样一档股票 同样一档股票 可以买更多张回来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大盘已经坏掉了 我期待明天能够涨个 200点300点 甚至500点 我比你都希望 它能够反弹 因为反弹以后 我要带你放空 它弹高一点 我会越高兴 因为我们放空的点位 会更高 我们带你卖的点位 会更高 这个盘已经瓦解 既然瓦解 我们就是要开始 要跟各位讲 要全面性的一个逢高 卖出以后反向操作 而且7980点 没有任何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 因为美国股市 已经快垮了 贸客大联盟 卖在 买在风口 卖在出口 快进快出 赚了就走 这个专案到2月3号 你好好把握 短线的贸客联盟 你跟着我 我带你抛售 反手放空 短线操作 能多能空 现在目前来讲 明天预估大盘指数 会反弹 礼拜三预估 会谈到这一波的高点 要反手卖出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 好 也谢谢丁超老师 为我们再来最及时的分析 那后续指数反弹时 投资到底该如何操作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锁定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回拜拜